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总统大选倒数100天 过去我们分析过川普的经济学 也分析了川普在共和党提出 2024 16页的政纲当中几个重大的主张 贺锦丽的经济主张是什么 他仓促的上证 当然没有所谓的经济的政纲 目前为止也看不出来 过去他长期的对整个美国的经济的大计划 有什么巨波型的大计划 有相当大的一个可能性 这位对法律相当熟悉的人 他对经济可能相当的空白 但是他第一次出来公开演说的时候 他的喊话是他要支持中低收入的家庭 而且他要振兴美国的中产阶级 他怎么做到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这是正确的 可是怎么做到 他没有说 那根据纽约时报过去的调查 他事实上比拜登还要轻伤 他比拜登还要轻伤 他曾经在加州的时候和矽谷的关系 Silicon Valley非常的好 他说 他对捐款者说 我是资本主义者 最近川普反正选举大家都是随便指责别人 就是川普他的定调就是把贺吉利说成是一个激进派 所以我们下了一个大标题在前面 就是当川普说贺吉利是激进派 但是我们不是说别胡闹了 他根本在过去大家对他的资历当中 虽然他喊因为他个人的背景 他会喊我要支持中低收入家庭 我要重新振兴美国中产阶级 但是他比拜登还要轻伤 拜登的经济学 过去大家认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川普 本身他并没有太大的跟川普经济学上的一个不同 关税政策照常延续 然后接着半导体复苏 他也晶片与科学法案 他比川普时代不只是要求台积电搬去Arizona 干脆就推出一个晶片与科学法案 要重振美国的半导体 大家都认为这是不看好的 但基本上我们说他是一个小川普 他并没有太好的自己的经济的主张 因为他很了解川普为什么崛起 以及支持川普的力量 就是整个制造业都空洞化 他要制造业回流 而他最需要的制造业回流里头 他最需要的就是半导体 就是晶片与科学法案 另外就是一些跟绿能有关 一些相关的通膨法案等等 这大概就是拜登的概念 那要制造业回流 这件事情最早提出来的人 是川普在2016提出来的 他当时的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计划里头最核心的就是 过去在美国的技术都流失掉了 流失到亚洲 尤其到你们中国去 你们偷走我们的工作 所以全部通通都要还回来 所以拜登本身呢 他的经济学 当然很多人就评价两极 而且他制造出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别人会认为 这个通货膨胀他要负责任 那川普可能比他有能力 有手腕来解决这样的通货膨胀 这是外界 美国一般民众 或是一些经济学家 对他们的看法 但也觉得川普的关税政策很危险 那贺锦丽的政策会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能够找到的 大概有几个比较清楚的 就是不要相信川普骂他 说他是基金派 没这回事 他是一个很懂的现实 也很懂得在他身边的环境 他在什么场合 说什么话 他做的跟他说的可能是两回事 他对金主说 我是资本主义者 对观众 所有的民众就喊 我要振兴中产阶级 but it's empty promise 他是一个空的一个口号 这大概是他的特色 但是纽约时报基本上 就是报道他相关的 过去的各种绵密的关系里头 他比拜登还要轻伤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激进派 而拜登经济学的成绩 现在评价是两极 这恐怕是贺锦丽 在经济成绩单里头 他永远比不过川普的部分 就一般美国的民众会认为 他在经济能力上比不过川普 我想这点他相当明白 所以他第一支竞选广告 打出来的就是freedom 就是说一定要捍卫 美国的民主跟美国的宪政 所以他就第一张广告 打出来是这个 那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人们觉得专家会认为他的外交政策 还有些人认为他经济能力不足 那还有就是他的边境政策 这都成了贺锦丽未来 其实他的竞选里头相当大的包袱 但我们现在不谈竞选策略 为大家分析一下 大致我们从他相当空白的竞选政策里头 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那这些蛛丝马迹之外 你大概还是跟外交政策一样判断 他只能依赖拜登过去留给他的遗产 也就是他的幕僚 包括像雷蒙多 Janet Yellen这些人来帮助他 如果他当选执政的话 他的当选之后 必须是这些人来帮助他 进入治理美国的经济 而且是残破不堪的经济状态 他个人太偏向于太窄的法律转业 总统候选人经济政策 攸关选民荷包 向来是大选年关键议题 贺锦丽倘若复制四年前 竞选副总统时经济政见 继续把焦点摆在工薪及中产先级 再打社会正义台 却没有十只牛肉具体的经济政策 单凭口号有机会胜过 川普主义经济学 Together we fight to build a nation where every person has affordable health care where every worker is paid fairly and where every senior can retire with dignity All of this is to say building up the middle class will be a defining goal of my presidency 7月22号贺锦丽自华府 前往德拉瓦州竞选总部发表谈话 作为接放拜登带党投入 总统大选的具体象征 贺锦丽清楚表态 替美国壮大中产阶级 是她一旦当选总统后 四年任内最重要目标 但是在高科技产业崛起的 每个经济体中 都面临着中产阶级消失 贫富悬殊的问题 小至台湾 中型国家如日韩 大到欧洲和科技霸主美国 均是如此 在民主党总统大选中 从副手变主帅 贺锦丽能给一名 极少涉足经济政策的法律人 又是仓促接手总统候选人 提出一整套的经济政见 来实现她的理想吗 外界始终好奇 贺锦丽的脑袋 过去皆局限于法律层面 连外交折冲 地缘政治都不算出色的她 要如何在短短100天内 破坏出美国的经济愿景 亦或她只是拜登的代理人 或者更正确地说 她只能和拜登一样 仿效川普太弹经济政策 选择小步伐地放弃自由贸易 全力火攻中国制造 想办法复兴美国半导体产业 表现却又一直发善可乘 I guess I think the differences would be probably pretty slim, Kelly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get a lot of clarity on big differences in how we would be forecasting economic growth, payrolls, even inflation I think she's inheriting President Biden's policies and if that is the case right now the stock market's kind of voting on its feet and the stock market's really going to vote on its feet going forward unless she says something drastically different it would seem that her policies are going to be very similar 她曾被认为不是温和自由派 相较于拜登 贺锦丽过去被归类为激进派 但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也是她的形象与政治行为的落差 她还是典型的务实 清商政治人物 未来贺锦丽会比拜登清商 经济政策不同的是租税政策 2017年川普任内 共和党凭借参重两院优势 联手把美国企业税 从35%大幅砍至21% 通过了租税优惠规模 高达1.4兆的减税法案 然而随着法案将在2025年到期 下任白宫主人将如何决策 自然成为选民焦点 二战白宫的川普如今提出 进一步削减至15% 拜登未放弃寻求连任前 计划提升至28% 贺锦丽作为副总统 确实支持拜登大部分的租税议程 但她2020年角逐民主党总统初选时 曾一度主张企业税率必须回到35% 甚至喊出开征金融交易税及银行税 来支付美国全民衣保的想法 贺锦丽也因此在当时 被视为民主党的中间偏左派人士 但无论贺锦丽最终主张加税多少 相较川普主张替企业也替个人减税 与民主党的加税政策确实有很大区别 但贺锦丽入主白宫前的职业 也让她被视为有网上界靠拢 尤其是科技界的可能 贺锦丽在担任副总统前 是加收检查总长与参议员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学教授亚当图兹 近日接受美国知名期刊 《外交政策副主编阿巴迪专访》便指出 贺锦丽与戏骨其实颇有渊源 与脸书元老前营运长桑德伯格 是交情匪浅的旧事 家族成员在谷歌也有相当远脉 表示贺锦丽曾在2010年全美浮现 呼吁监管社群平台声音 讨论开始变得严肃之后 退出了第一线的讨论 亚当图兹因此把贺锦丽归类为 民主党主流派中相对亲戏骨的一方 直言她或许不是美国科技巨头 最青睐的总统候选人 但过往确实从戏骨获得了 远远不绝的政治捐款 然而无论贺锦丽是反商还是轻商 在经济相关的其他议题上 专家直言贺锦丽既然是接棒拜登竞选 大幅刷新拜登经济议程的可能性不高 表示她至今虽尚未在关税政策上 做出明确阐述 但还是有很高几率选择延续拜登路线 把对抗中国置于经济政策的首要位置 另外包括延续全美学代减免扩大全美医保 纳保族群两大经济议题 贺锦丽本就与拜登理念相同 因此被认为不会有太大变动 说医療贡献是一个计则 你财务贡献贡献 那并没有理解 华尔街日报说 贺锦丽未来在阐述经济政策上 会遭遇的最大障碍物 反倒不是对手川普 而是老板留下的经济遗产 在拜登任内的2022年6月 全美物价较同期飙升9.1% 创下41年来历史新高 尽管这并非拜登原罪 是可归咎于新冠疫情爆发后 国际供应链被大幅打乱 疫后新需求与供应受限强碰之下 所导致的通膨飙升 尤其2024年的现在 全美通膨大幅降至3% 联准会跟计划在9月份 结束升息循环启动降息 但美国劳动部近日公布数据 自拜登2021年上任总统至今 全美消费者物价累计上涨19.5% 贺锦丽的尴尬处在于 尚无明确经济政见的他 都必须面对 人们买不起房 工资涨幅追不上物价飙升速度 在所剩不到4个月的竞选时间里 他又要支持低收入家庭 复兴中产阶级 还要轻伤 分裂的他与分裂的美国 似乎成为谍影 更何况他还有一张必然要面对的 不受欢迎的拜登经济成绩蛋 正式的那些 感谢您的手